雄魂的雅鲁藏步江由西向东一路奔流 到了中游 支流众多 河谷展宽 气候也相对温和 是西藏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与年处河流经的江滋平原一样 拉萨河流经的拉萨市 也是一处河谷平原 拉萨河发源于年轻唐古拉山一路 在拉萨市的驱舍县 汇入雅鲁藏步江 拉萨城区位于拉萨河北岸 是一座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城 在拉萨的八角街 有很多专买唐卡的商店 设置组拜访的编巴 是一位高级唐卡画师 他的作品尽千幅 多次参展并获奖 这幅是名画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门外汉 我是第一次看到 这种这样的一种绘画艺术 但是我被他的这种颜色 构图深深的吸引了 这画的是什么佛像 这就是四笔观音 观音 这就是纯金粉 纯金粉是吗 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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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编巴告诉我们 唐卡在诗色方面 有独特的讲究 底色分为红 黑 蓝 金 银 五种 其中金银唐卡 画面富贵典雅 色彩单纯辉煌 金色可以代表多种颜色 表现出一种神圣的气氛 白色则用来表现平静 和蔼 善良 唐卡的用料是 目前的世界上 那个画里面的材料 就是唐卡的材料 最贵 最珍贵的 最珍贵的 就是唐卡 因为金子银子 嗯 还有矿物原料 矿物原料 然后是涂料 这几种 嗯 而且我还发现 它这个颜色啊 特别的饱满 我一进来的时候 就发现这种颜色 色泽很多 很华丽 很浓业 对对对 用的是矿物的原料 对对 矿物 植物 然后是涂料 就是 最贵的就是金子银子 林巴告诉我们 制作唐卡时 需要宁神 专注于画壁上 金光和银光 对眼睛会形成伤害 所以绘画这种唐卡的技师 不能长时间工作 因此 整个唐卡绘画的时间 比其他品种更长 一幅作品 常常超过两个月 一千多个佛 一千多个佛呀 对对 这一千多个佛 哦 仔细看这边 其实你看 这个地方 这个就算是 有好几个是吧 好几尊佛了 对对 哦 哇 一千多尊啊 这是几个人完成的呢 这个 可能 三个人 三个人 对对对 花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样子 哦 三个人两个多月 对对对 都是您的学生吗 对对对 合作活 那时候是这样的 有些他是学生着色 有些是高兴 是这样 他是 分工 分工 来合作完成的 对对对 分工 编霸老师从事唐卡绘画 已经有三十多年 现在有了许多徒弟 他曾经多次参加布达拉宫 大昭寺 罗布林卡等壁画的修缮工作 目前他的工作地点是在家里 为了一睹唐卡大师的绘画风采 是这组跟随编巴老师来到了他的家 编巴是土生土长的拉萨人 今年五十三岁 十八岁开始跟随老师共丧朗杰 学习唐卡绘画艺术 从诗初起 编巴和诗兄弟一起 跟随老师在布达拉宫 修复褪色的壁画 闲时就在家里慢慢地创作 他现在有一儿一女 都在外地读书 这些都是您画的这个唐卡吗 学生的也有是吧 这几位是您的学生 是吧 您的学生都在这了吗 还有其他的地方工作也有 还有其他的 他们就是在您家里面 学画这唐卡 跟我一起工作 多年来编巴老师免费收下了很多前来拜师的学徒 到现在 经常来家里学习的就已有四五十个 这些学生有的刚刚入门 有些已经小有成就 在和年轻学生不断互动的过程中 编巴老师的作品也有一些新的主题 他没有佛像 这一幅它是 您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表达的是一个 我心里 就是一个环保的一个 人人都有爱惜地球 人人都有爱惜那些 咱们仅有的那个地球 然后仅有的一点那个物质 是这样 看到这个 这是一个大嘴是吧 对大嘴 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真情益寿 有很多很这个很美好的一些景物 对对对 编巴老师告诉我们 唐卡的题材包罗万象 有宗教化 传记化 历史化 反映生活习俗的风俗化 也有反映天文立算和藏仪藏药 人体解剖图的科学化等等 它们具有通俗性 趣味性 知识性 宗教性 公义性等特点 所以被人们誉为 藏族的百科犬书 这是佛堂 这是佛堂 哇 我觉得我现在就很难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看到这些的感觉 非常的 颜色非常的鲜艳 但是能让我有一种很庄严的感觉 在这儿画画的话应该可能会更加有一种画堂卡的感觉 是吗 我们画堂卡的时候就自己当作佛来画 自己当作佛来画 自己当作佛 什么意思 就是我比如说我画白杜姆 我自己当作白杜姆画 就是一个很用心 哦 因为是这个 我们画那个堂卡的时候就是一个信仰值 堂卡中最传统也是最为常见的是宗教画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佛像 佛像画一般中心位置是主要人物 从画面上角开始围绕着中心人物按顺时针方向 与中心人物有关的人物 活动场所或故事不满意周 北福堂卡画一般描绘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 画面的景物随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变化 不受历史时间空间的限制 用放大镜看的话 可以看到这尊佛像里面 嘴巴里面有一点点红的 这个舌头也是用心的画上去的 像那些手上的指甲 纹路 对 衣服上的一些纹路 头发丝 编霸老师对我们讲 绘制堂卡时 用毛笔从盛放颜料的碗里占颜色 叫占笔 堂卡的配色变化无穷 占笔也极其讲究 如白色 石黄和雄黄 应该从顶上占去 橘红 大红 银粉 金粉 一定从碗壁占去 青绿色来 则需从底部捞去 您就是这样拿这个笔 然后轻轻地碰一下这个舌头 对对对 就是只有天然色 很冷舌头 很淡啊 对 特别特别淡 一层一层的来 这些不是一次性 这就过度 我知道您现在画的是什么了 就是你看这一部分这是群衫吧 应该是 他在老师用的这个舌头 沾了之后呢 用点染的这个手法 对对对对 有这种山层层叠叠 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 那您这边深的部分 都是这样一点一点点出来的吗 全部深的地方全部都是点出来的 用这样一起的片 一点一点点 编拔告诉记者 每次开始绘制堂卡前 他们都要默默祈祷 对于一幅唐卡作品在编达心中 是不会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 唐卡作为藏族文化中 最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 历来被藏族人民视为珍宝 而位于拉萨市区西北的布达拉宫 则更是被视为整个雪域高原的灯塔 到了华灯初上后 再来欣赏夜色下的布达拉宫 又有另外一种独特的魅力 在离布达拉宫不远处的老鱼饭局 是许多旅行者和摄影爱好者的聚集地 我们现在呢 已经在老鱼饭局呢 可以看到人非常的多 很热闹 我在这呢 选了一个最佳的观景位置 正前方就能够看到布达拉宫了 这个窗框啊 就变成了一个画框 布达拉宫呢 就在画里面了 夜色当中的布达拉宫呢 嗯 更像一座宫殿了 从侧面看呢 错落有致 比跟白天相比呢 更加多了一份神秘的感觉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你救餐的话 我的食欲一定会大增的 服务员 点餐 来这家餐厅吃饭的 基本都是外地游人 这里的口味也是来自四面八方 有藏餐 也有川菜 对于初到拉萨的人来说 往往伴随着或多或少的高原反应 所以一般对菜品的味道并不太关心 反倒是这里得天独厚的环境 最为吸引人 刚到拉萨自助游的旅行者 往往会来这里吃第一顿晚餐 特别是一些摄影发烧友 在老鱼饭局这家餐厅里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个观景平台 因为当夜幕降临之后呢 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取景的地方 现在就有很多人在这拍照了 您好 您好 您拍的吗 哇 好漂亮 您是从哪过来的呀 我从四川 从四川 四川绵羊过来的 我是第一次来西藏 一直也是一个梦想 想见到布达拉宫 所以说今天就赶过来了 白天的布达拉宫和晚上的布达拉宫 还是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有拍摄 有白天的还有它的夜晚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夜幕下的 布达拉宫 更觉得 怎么应该有灯光的原因吧 所以我觉得更加炫烈一些 餐厅的天台上支起了许多长枪短炮 许多摄影爱好者告诉我们 他们会在这个天台从早拍到晚 运用各种不同的摄影技法 不仅是因为这儿景色美丽 还因为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布达拉宫 这些发烧友当中 也包括这里的老板老鱼 这是您刚才拍的照片吗 对 因为在这个角度看布达拉宫的话 跟这边看也是不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上去 它更像一个城堡 是的 然后周围它一黑好像 有点悬浮在空中的感觉 所以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它本来就是宫殿式的一种建筑 对不对 您以前还有拍过什么其他的照片呢 这是我前几天在那个在那个鸭鲁藏布江边上拍的 因为鸭鲁藏布江是那个西藏一条很重要的河流 嗯 它应该说在世界上也很重要 因为它水流量很大 然后呢 它正好才流到那个山南这一段的时候呢 嗯 它一下变得很平均 除了是摄影发烧友 西藏的神山圣水 更是吸引老鱼留在了拉萨 老鱼成立了户外俱乐部 专门为旅行者汇聚地图 将来自四面八方的旅行者汇聚在一起 这里也成了大家一个谈天说地的据点 猴王与猴群有着什么动人故事 每天都要来 然后葬礼新年初夜也要来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再见江河之 高原天河 雅鲁藏布 夏季 正在播出 与拉萨河一样 泥洋河同样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中段 泥洋河发源于米拉山西侧的错木梁拉 由西向东流 在林芝县汇入雅鲁藏布江 摄制组来到县城以东三十公里的林泽村 贾嘎东山山 拜访到一位当地有名的猴王 65岁的多布杰是村里的护林园 他常在山中行走 十分熟悉当地野生藏泥猴的习气 并斤持十五年 给猴子们提供食物 因此 有了猴王的美称 多布杰不会说汉语 摄制组找到当地导游 阿牛拉姆 为我们做翻译 还有两个群组没过来 每天都要来喂啊 那我看他们都已经在这儿了 不需要喂他们吗 我能够把他们的两个 就还要回来喂 先把那些叫上来 然后再陪他们喂 现在这么多猴子还不算多 还要再把他们叫过来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说有三个群组 猴子是一个群组 还有两个群组没过来 所以要过去叫上来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叫 另外两个群组 好好好 那我们往前走 林泽村所在的 宫布江达县 有着百分之二十八点六八的森林覆盖率 众多珍稀动植物 在这里繁衍生息 藏米猴就是其中一种 多布杰说 过去山中的猴子 为了寻找食物 常常破坏附近的农田 给他们喂食 能减少这样的破坏 这个声音就是 说的是藏语 过来过来过来 是吧 老人的话 通常都是用这个群组 我叫管用吗 可以 我可以试一下吗 我就笑笑 笑笑 笑笑 是吧 笑笑笑 笑笑 我其实想 召唤远一点的猴子过来 有什么方法吗 就是说一般他在远处的话 你叫过去 笑笑笑笑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声音回过来 哦哦 真的呀 那我是呀 我是要大声叫 对 笑笑 笑笑 哎有 老人一喊 他这个就有回馈的声音 笑笑 啊 这里边就有呃呃呃呃喊 回饰那个声音 有个小猴子过来 死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些猴子慢慢从那边四面八方就过来 藏弥猴俗称大青猴 短尾猴 它分布于西藏东南 四川 贵州等地 生活在海拔258米左右的高山峡谷地带 以素食为主 比较容易与人接近 多不解说 附近山上总共有两千多只藏弥猴 经常下山的有四群 他说那个就是猴王子 这个就是猴王了 一般的话就是说 第一是看那个年龄 第二的话就是说 他的话一般老人一叫的时候 他会第一个冲在前面 然后把他们全部都留在后面 他会先去那个巡视 看下面有没有狗啊 就是说有没有人去伤害他们 如果没有的话 他会把他们自己的领队全部都带下来 如果有的话 他会把他们赶回去的 也就是没有单纯的说是他年龄大他就是猴王 或者他强壮他就是猴王 一般猴王都是一群猴子下山的时候 领头的那一个他就是猴王 他来负责给大家眺望 然后看一下前面的情况 葬弥猴家族类似于母系社会 猴王的地位拒绝于母猴们对他的拥戴程度 尤其是那些儿女众多又有声望的母猴 他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旦被母猴遗弃 猴王就会被赶出猴群 他们的手很湿啊 是因为山上水气重吗 几天的话经常下雨 然后上面的话湿气太重 所以他们往下来的时候就说 手都是湿的 我可以摸一下他吗 不能摸一下 因为都是野生的 都带于一点野心 所以就只能喂不能摸 只能喂不能摸 幸亏我问了一下 要不我刚才下手 他可能就攻击我了 是吧 由于多不解的常年喂养 林泽村的藏猴猴数量逐渐增多 在我们喂食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很多带着宝宝的猴妈妈 多不解说 这已经是他见过的第三代猴猴了 特别有意思 他怀里抱了一个小的 你看小猴子在那 我要喂一下他 试一下 来 给你 给你 但是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孩子吃 他现在的话就是说 吃不了这种东西 只能喝奶 就刚生出来一下 差不多生了有两个月 然后再往长高一点我就说 他长大了一点点就才可以吃这种东西 所以这种爬在背上的是可以吃这种的 抱在怀里的是不可以的 对对对对 猴宝宝们十分可爱 非常吸引人 但多不解告诉我们 猴妈妈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孩子 为食屎要格外注意 不能试图触摸幼崽 不然会引来母猴公鸡 所以说他其实第一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然后再去来找食物 像他这么一直巴着我是什么原因 他就说一次你要给他吃的 就是想要花生 不是要好玉米 对他太贼了 你看他把我手里的花生全挑走了 你看你看剩了一把玉米给我 那为什么还要掺着这个玉米喂他呢 你不得 一般的话就是说他们的主食是和他们有味的玉米 因为比较有营养 然后他们自己能够吃得饱 然后花生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说 地方的话不少花生 所以充当一种就像小孩子给他们买的零食一样 虽然已经撒过很多食物 猴子们仍然恋恋不舍地跟着多布杰 有的甚至跳起来抢食 多布杰告诉我们 这些猴子并不是没吃饱 而是为了把食物储存起来 那种吃的话 他们会先把那个藏到下巴底下 你看 那样都鼓起来嘛 他们的 等我们走了以后 就会一个一个拿出来 就慢慢地这样子会往上推 他这个口腔里面还有个储存食物的地方 是吧 对 等我们走之后 他慢慢一颗一颗地享受这个花生 然后这样子 葬米猴下巴上鼓起的部分叫做素带或素囊 在动物世界中 猴子和鸟类等都有这种器官 它不仅能用于储存食物 还具有湿润和软化作用 有利于食物消化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食物 聪明的猕猴 边吃边装蛋 随时打包食物 这样就不愁挨饿了 你看 直接就到了他的嘴里 现在脚我不动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 来了 他需要装到兜里 拿出一个 然后让他们自己从你手上拿 什么意思 就装一点花生装到兜里 然后像老人一样给他们喂 就只拿一个 一个一个喂是吧 好 装兜里他不会翻我的兜吗 不会啊 来来来 来来来 他来了 他现在发现 你看发现我的口袋里有花生 现在他开始扒着我 你是不是刚才都没抢到啊 你想想一下 我给你拿 我拿这里的吧 要不他要翻我的兜了 来 好 下去吧 给你 面对一些猴子的调皮 都不结十分满心 对他来说 这些猴子是他捡走山林的伙伴 也是这片大山中的精灵 需要人们倍加呵护 像您每天都要来喂吗 还是隔几天才来一次 像您每天都要来喂吗 你们三个月 三个月 每天都要来 包括 就是说葬礼新年初一都要来 每天都要来 然后葬礼新年初一也要来 喂养 生意的猴子 已成为多不结的一种习惯 也是他生活中的一项乐趣 别的猴子都不敢上来 他是这群猴子里面 第一个吃盘子的人 哇 他应该是里面最聪明的一个 你看看他吃了一大把 今天就是饱餐一顿 由于近年来 山里的猴猴群吸引了不少游客 公布江达县旅游局 八甲嘎东散山 设置为猴猴观赏点 为了支持多不结对猴群的照顾 旅游局每月会提供一千元的补助 给猴群买食物 有了补助 猴子们的口粮更充足了 但最让多不结高兴的是 有了更多人 愿意一起守护这些山中精灵 高原小江南 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卢朗石锅鸡 妈妈或者是奶奶做的那种鸡汤味道 寻魂的雅鲁藏步江之上 体验独特的过江方式 现在应该是我们的雅鲁藏步江 最近的位置了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再见江河之 高原天河雅鲁藏步夏季 正在播出 林芝在藏语中类似为太阳的宝库 正像她们名字一样 由于植被丰富 气候适宜人居 也被称作高原上的小江南 位于距林芝地区八一镇 八十公里左右的卢朗镇 有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美食 卢朗石锅鸡 首先记者找到了厨师王小飞 跟随他一起找到村民白马 带领我们一起去挖 制作石锅鸡必须要用到的药材 手掌身 那这个手掌身好长吗 白马 没挖的时候好长 现在都挖往那 现在挖的人很多是吗 那边有一块 是这种 它上面的叶子是这样的 细长的 那里面是什么样子 手掌身的样子就像手掌一样吗 是手掌要挖出来 哇 这个是这么大了 是这样的 这是去年的 这还能看得出来是去年的呢 这是新鲜的 那一节为什么不要了 这个我们不管用 效果不是那么好 要把它再放回土里 这样的话它有没有可能明年继续长 明年会长的 明年还会长 手掌身是一种纯天然的珍贵食用药材 又叫粗麦手参 多年生草本 食用部分是肥厚的黄白色块根 通常四到六掌脸 形如手掌 古得名手掌身 手掌身在中国东北 华北 西北 西南等地都有分布 但以青藏高原生长的品质最佳 主要生于高山草地或林间河谷的潮湿肥沃处 这个就有一点那个手掌的感觉了 有五指头 有五个指头 在鲁朗林海山脚下的孙庄 每年的七八九月份 村民都会上山挖手掌身 这也是吗 这都是开口 等一下挖白马给大家看看 这是花吗 是的 开口花的 这是手掌身的花 这是叶子 要是不仔细看 没有经验的人 还真的分不出来 这是不是 那它里面的根 跟这个一样吗 比这个小一点 比这个要小一点 要是没有白马过来的话 光我们两个肯定找不到 这个还挺大的 这个不只有五个手指头 那爸爸比这个细腻了 根要细 不到一个小时 白马挖到了做一锅石锅机所需的手掌身 我们拿着这还带着泥土方向的手掌身 回到了王小飞的酒店 现在在水里泡着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挖上来的那个手掌身 看这个鲜的手掌身 就会觉得特别有食欲 主要这个东西是千年来有生的 而且它在海盘四千里以上才有这个东西 王小飞告诉我们 鲁朗石锅机 是藏香机与手掌身的绝妙搭配 首先把鸡肉切成小块 放入清水中煮五分钟 捞出后沥干水分 倒入石锅中 再将手掌身 薏仁 挡硅 挡身 红枣等药菜 一起加进去 最后加上烧开的山泉水 用慢火炖至两个小时以上 一锅热气汤汤 浓香四溢的石锅机就做好了 你看 现在这个石锅机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 看着我就想流口水 可是我没明白王师傅 为什么它周围这一圈 还有好像有调料 还有像吃火锅一样的这样的涮菜呢 对 它应该火锅是有气体的 火锅主要是以辣为主 但石锅是一样又一样 先把它烫糊了 吃肉吃了以后 可以再下来 比方说 针对重庆 四川一带的 五年一带 它喜欢吃辣 它就可以配辣椒 再这样菜吃也可以 好 明白了 这样就是先喝汤吃肉 然后再当火锅算菜 这样的话 鸡汤里的营养也进到菜 对 那我先给你吃 好 谢谢 不光手掌是难得 就连炖菜的石锅都很有讲究 他取餐于莫托县深山里的天然造势 可耐2000摄氏度高温 具有传热块 不粘锅 保温等优点 含有人体所需的 铅 铁 钙 铭 等16种微量元素 长食石锅炖煮的食物 有明显的食料保健作用 用了越久 对人体越有益 对于初来高原的游客 还有一定的驱除高原反应的作用 所以鲁朗石锅鸡这道菜 对于游客来说 有着天然的 不可抗拒的诱惑 哎呀 真的是好鲜呢 而且我发现 这个用泉水煮出来的鸡汤 它不会有那种 特别浓的那种肉香味 反倒是一些草药的味道啊 包括那个鸡肉本身的一些 那种 这种淡淡的肉香 好像就都能够进来了 对对 因为里头没有加一些猪骨 或者什么那种高汤 是不是 这是根据客人的需求量来定 一般的情况下 还是吃醇味的好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用一种形容词 大家就可以能够想象到 这个鸡汤的味道 就是妈妈或者是奶奶 做的那种鸡汤的味道 真的就是那样 很香 而且它里头 因为加上那个手掌身 所以我吃起来 自己的心理作用 就是特别的健康 因为做石锅鸡 选择食材烤酒 制作过程复杂 所以一锅整机 要卖到400元左右 差不多够四五个人一起食用 王小飞说 她还要不断改良石锅鸡 争取让更多的人 陶醉在卢浪山水的同时 记住石锅鸡这道美味 从卢浪到莫托 已就到了 雅鲁藏布江的下游端 做一条著名的徒步线路 雅鲁藏布大甲骨 为莫托点缀上 粗犷雄魂一笔 而横跨在 雅鲁藏布江上的溜索 更是给莫托 增添了几分原始的味道 莫托的溜索 大多建成于 20世纪70年代 最多是莫托街境内的 雅鲁藏布江江面上 共有十几条溜索 近二十年来 国家家大对莫托贤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很多溜索都已经被桥梁替代 只有少量几条溜索还在使用 你好 打扰一下 你这是要去卖香蕉 还是干什么 卖香蕉的 真的是 你要卖到哪里去 工蜜还是县城 去县城 所以你要先把香蕉挂过去 然后你再过去吗 一起的 一起走啊 我的这个上面 你就在这上面 哇 会不会危险啊 不会 小萝卜已满二十岁 在这里溜索有五年多的时间 当地的少年差不多从十几岁开始 就能独自用溜索过江 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拉巴大哥 这个是什么 好粗啊 这是藤竹 这是藤竹 藤竹 这是自己山上的吗 对 山上的那 这种藤竹好柔软啊 可以绕成好几圈 对对对 没脱的溜索与别处的不同 人们将藤竹盘成圈 作为唯一的支撑物套过腰部 颈部和臀部用扁带套牢 溜索时几乎不依靠惯性 主要是凭借手和脚的力量 这个小伙子滑出去 现在只滑了两三下 但是我心里真的提到起来着 他胆子真的很大 你看他就是头上绑了两条带子 身上绑了一下 然后就这样就过去了 对 这样就可以吗 能绑紧吗 一般来说 用这样的方式过疆 一次需要半个小时 快的也要二十分钟 溜索时既可以单人过疆 也可以搭载货物 技术好的可以携带一把多斤 溜索不仅是对胆量的挑战 也是对体力的考验 因为木托的溜索 在江连岸的高度基本一致 前半程由于重力的原因 可以用半滑半拉的方式前进 带滑到江面的正中心 此时离江面最近也最危险 到了后半程完全就要依靠 个人的力量一点一点向上攀 虽然看上去很危险 但是当地人说 这条溜索从头入使用至今 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 我发现这个溜索上 其实往来的这个人特别的频繁 一会儿去一个 一会儿又回来一个 满头大汗了已经是 慢一点慢一点 这是去拿什么去了 哦 线上就 一会儿一会儿去拿 来 来 来 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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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这些工具商送饭过来 哦 这是过来送饭的 对 工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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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从线上过来的 是的 哦 是这样 那这边什么天气 过来能舒服一点 看着当地之民在峡谷两岸穿梭自如 记者雪梅也打算亲自尝试一下 没脱溜索 如果你很细心的话 可能已经发现了 我们现在呢 跟他们刚才过去的时候 这个头是反方向的 因为他们告诉我说 凭我的体力是不可能到对岸的 所以我就滑出去一小步 为了是反回来的时候 双手能够用得上力气 所以我现在是为了反向的 而滑出去因为是一个下坡 所以相对来说 还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记者虽然只溜出了一小段 但已经感觉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索性的是 溜索已经渐渐退出 雅鲁赞布江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跨江大桥 在雅鲁赞布江西岸的德行乡 人们还特意保留一座藤网桥 德行乡藤网桥记忆传承人罗桑告诉记者 眼前这座藤网桥 是他和村子里十几位村民 一起用了十九天时间修建的 全长一百四十公里 那咱们现在脚下踩的这块大巨石 是你们原来的古桥 就是在这儿是吗 原来是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 那这个石头也是你们垫的 就是那个水泥石我们弄的 那个以前是藤网桥的上面 就是上面藤网桥 哦 离的你们村子更近一些 更高一些 对对对 现在这是新修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水泥啊 都是大家自己再抹上去的 然后造出来一个个台阶 然后开始走 罗桑介绍 雅鲁藏部大甲骨水流湍急 沿江两岸山体陡峭 水中巨石岸礁布满河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 除少数平缓处溪流加油木桥外 绝大多数是藤网桥或溜索 建藤网桥第一步是旋址 一是选择跨度尽量要短 二是要有最牢靠的固定位置 三是要省工省料 风力较小的地方 这座新修建的藤网桥 虽然不是在原质上 但比较符合建桥的旋址标准 是软的 看到吗 我现在踩到这里 马上这个平面就变成一个弧形了 不再是像进桥的时候 它是平整的 所以其实跟我们有一点想象的很像 就是藤它是非常柔软的 我们现在还站在这个桥的基石上 我前走走看就要接近江面了 藤网桥是居住在木托县的门巴族和落巴族人 用附近山上生长的白藤编制而成的桥梁 罗桑告诉记者 在以前 藤网桥没有桥墩 完全用藤条编制 但是由于藤条任限有限 常年在雅鲁藏木江上风吹雨打容易断裂 每年都需要维修加固 现在为了安全 他们附近的这座藤网桥 已经做了一定的改良 在竹骨架上用钢索 代替了之前横跨两岸的粗藤条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位置呢 其实可以说是完全零空了 因为往下看一看 就是滚滚的雅鲁藏木江水 然后我们现在是过了第一个环 郭三大说 这个环是起什么作用的呀 这种没有的话 两边都是这边来的嘛 东西摆的话 那个中间那边过不去 我明白了 两边都是这样来的 我明白了 因为整个桥都是软的 如果没有这个圈的话 我们人上来 桥王马上就把我们裹住了 如果人被重物呢 或者说大一点的东西 就没有办法通过桥 所以又需要用这个 围图这么大一个圈 其实就是让它很有坚固性 把这个桥撑开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站在这 你看跟桥两边还是有点距离的 腾王桥 整个城幽形悬空王桥 在上面行走时 桥会随着人的脚步 与河谷间的气流左右摇摆 风大的时候 晃动幅度很大 但整个桥 金字一个密封的源头 安全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但毕竟是悬空在激流之上 滔滔的江水在脚下悬涌 呼呼的山风在耳边作响 总会给人一种惊心顿破的感觉 现在应该是我们离雅鲁赵布城 最近的位置了 我觉得垂直距离可能 不到五十米的样子 有多高这里 二十米左右 中间的话五十米左右 五十米左右 腾王桥距离水面数十米 网状结构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但是不管胆子多大 都会觉得走起来有一定的惊险性 罗桑介绍 他从小就走这样的藤桥 年轻的时候 还维修果周边江上的藤王桥 一般一座长度 为两百米的藤王桥 由三十五根藤条 和二十五个藤圈组成 底部行人落甲处 还用细藤变成网中的半圆桶 我有一个问题啊 罗桑大叔 现在看起来这桥子已经架好了 但在以前你们修桥的时候 怎么样来把它连接到对岸呢 你怎么把这个绳子扯过去 你们又没有办法过江 打剑嘛 打剑 打剑的话可以 这边打的话这边来得行 打剑 就是把藤绑在剑上 把剑射过去 然后他们就拿到剑上的那个藤了 这样就能牵起来 天哪 罗桑说 现在交通便利了 人们已经不在藤王桥上担惊受怕了 他们在江上重新架设藤王桥 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门巴族人以前的交通和生活方式 这种结构巧妙的藤王桥 更是充分体现了 岩江两岸 文巴族人和洛巴族人的聪明材质 和高超的造俏技 高原天河雅鲁藏布 给两高原儿女带来的 不仅仅是古老灿烂的文明 更有着光辉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